水溶性维他命C维生素C的罐子 有它神奇的作用哦 生活有些人天天好精神 水溶性维他命C用完了 这罐子丢掉太可惜了 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再循环这空罐子 这罐子里装的都是食品 显然我们也可以将豆粉啊 姜粉啊 甚至麦洛粉 倒进这罐子里储存哦 小小一瓶方便携带 又不怕受潮 到哪里都可以给自己泡一杯 最爱的饮料喝太幸福了 什么是收潮哦 收潮就是马来西亚人 新加坡人所讲的肉疯咯 哦我看 智慧大解密 曾经好奇为何这水溶性的维他命C 装进着平平无奇的罐子里 永远不受潮 永远不被氧化呢 但是一旦盖子盖不好 或者维生素长时间暴露 很快的就会被氧化了 这就是缺氧的症状了 哎呀 sorry啊 是氧化Oxidase才对啊 今天就让我们把这神奇的罐子 带上手术台解剖 找出抗氧的真相 看见了吗 原来这盖子底部啊 有暗藏着不少的干燥剂哦 难怪有效防潮啦 bonus tips 这神奇的维他命罐子 除了可装食品 也可以将液干的粘性维修产品 如 Epoxy Putty 还养修补泥 储存在内可防潮 又可以防止樱花哦 切记 使用前千万别用水清洗罐子哦 干燥剂湿了 又怎样防潮呢 smart tips 想要这免费的防潮罐子 长期的效劳吗 方法很简单 把盖子放在太阳底下 暴晒10分钟 或者用吹风剂的热风 吹个三五分钟 干燥剂的水分蒸发了 就可以重新使用咯 记得按按订阅 subscribe button 别忘了打开右边的通知铃声哦 这样你就不可能错过 我们每一支 让生活变得更好的影片咯 生活有效能 天天好精神